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哈喽 大家好 今天郑哥他又不有空 只剩下我一枝功 那我一枝功 當然要邀請嘉賓幫一下 那有我們今天的嘉賓 薩托梅 你好 哈喽 薩托梅 都有很多關於靈界的經歷 那我想問一下你 你這種陰陽眼 或者你感逆力都很強 那你究竟是遺傳 還是怎樣的 應該是天生 還有有關遺傳的 因為我阿姨和阿哥都有少少靈異經歷的 嗯 多一點 那我認識其他陰陽眼的人士 他都是天生的 那另一些也是遺傳 很有趣的 有些遺傳他厲害到 阿婆 阿媽 連他自己都有 那大部份這些陰陽眼的人 我認識的會比較女士佔多 你身邊會不會有些相同的朋友 他們都是以女性為主的 反而男也有 不單只是女生 嗯 我都有遇過一些男的 不過感覺數量好像沒有女士那麼多 另外想問一下你第一個經歷 即是你何時發現自己有這樣的功能 那時就養摸阿灣兩三歲 在家裡 半夜那時睡著睡著睡覺 突然醒了 就見到牆壁有個光體的影子站在那裡 然後我當然害怕 就馬上跑去阿媽的房間 叫她 媽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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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我看看房間有人站在那裡 然後怎知我媽咪去到 沒有 你會不會看錯 快點去睡 然後我說 OK 如是者 到第二天 仍然又出現 然後我又不斷去找媽咪 都見不到 分不分辨到光體是甚麼年紀的人 或者是男性 女性 分辨不到 但是是人形的影像 一團那樣 你說這件事 其實我人生上第一個撞鬼的經歷 亦都是見到一團白色的光體 我以前當年在一些小童群益會的地方 因為我大概是十三四歲左右 其實當時的時候已經是要離開小童群益會 他好像是十二歲以下 但是我從那裡都玩了一兩年 跟導師都很熟悉 有一次有一個功能的東西 就帶一群小朋友去一些夏令營 過一晚晚玩了 因為我都算大哥哥 所以他們的職員 希望我們可以去幫他們 去分擔工作去帶一帶 去到大的時候 其實我還有三個 連我都是比較大的 叫哥哥這樣的東西 我們一群半夜悶 趁導師睡了和小朋友睡了 我們就偷走出去 為什麼呢? 因為一天休息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看著一群猴 我們就沒得玩了 變成我們晚上就偷走出去玩 玩回舊本 出到去的時候 因為外面有一大片的草地 有很多城網鎮、射箭的康樂設施 我們走出去的時候 基本上都沒去到城網鎮 那區的康樂設施的時候 離遠大概接近一百米左右 已經看到有一個只有半身的人 是光體來的 一看來很明顯知道是 那些叔叔伯伯伯的年紀 我那時候走到最前 然後我就看到不對勁 其實你一看 你覺得不可能是人 因為一個人 就算在晚上底下 無論你的月光有幾光 你不會那個人自己懂得 好像一個螢光 那樣的東西 好像一個燈膽自己懂得發光 還有還要半身 圓胸 然後我走到最前的時候 我突然停定在這裡 然後我側側轉向後面 跟他們說 看到不看到 但我眼睛一直看著那個目標 然後整班都說看到 我們四個人一起看到 然後我問他們 怎樣 然後我已經聽到 後面的人在轉身跑 那麼沒打 然後我唯有跟他們一起跑 跑了回去 所以我人生上第一個經歷 就是跟你一樣 看到一團白色的 我就看到白色的光體 你也是看到白色的 是 是 另外 你後來知不知道 他為什麼會出現在你家 不清楚 但是到十幾歲 那團光體 都是在約莫的位置 那間房間出現 是 但是是綠色的 變了綠色 但是那團光體 它的感覺是綠綠的 紅紅的 透光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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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時 是 當時我完全看到他 那時候是動不了 好像被鬼抖 那樣 只是眼睛看到他 不斷看著他 是 然後就心想 應該又看到了 又回來看我了 是 然後我就叫他 希望他快點走 那一次念佛經 是 如是者 大約5至10分鐘 他走了 那到我能走回 那時候我記得是 跑了進巡房 打給朋友在那裡 哭著 我又見到了 你起床,即是你見到的時候是早上早還是什麼? 晚上 其實你這個經歷也挺特別 因為我很少聽到一些人說 我這次見到它是白色,幾年後見到它是第二點顏色 我很少聽到這樣的情況 你也算是第一個 會不會是另外一個靈體? 那真的不知道 有機會是第二個 嗯嗯嗯 站在相同位置 可能你的房間裡的位置的角落 比較陰氣 陰氣重 所以很多靈界可以在那個位置站在那裡 因為我也聽過一些叫做鬼門關的事情 其實就不是真的 我地府那個鬼門關專門由哪個位置出來 其實就是因為那裡不知道什麼情形底下那個陰氣很重 然後變了很多 就算本來那裡有靈體的話 走了也好 因為那個地方陰氣重的時候 很多靈界的都喜歡走進去那個角落 因為他覺得舒服 例如什麼呢? 就好像譬如我們人 出街的時候 很曼太陽很曬 覺得很不舒服 這樣就站在那些遮蔭位置 那一個人都覺得 我就算站在那些遮蔭位置 我就走了 第二個人又覺得很曬 看到有一個遮蔭位置 也是站在那個位置 相同的原理 因為你站在那裡的時候 那些靈界覺得舒服 這樣 這樣 另外 譬如你在工作上 工作上應該都很少 嗯 那那時候應該不能說名字 其實我們什麼名字都開了 我好像其他空宅那些 哪個樓本 哪座哪座哪座 哪個單位 我全部都說出來 那時候最晚一次 十幾歲的陽磨 那時候在銅鑼灣 在諾地爐那個商場 哦 即是可以吃的 是水果來的 不是 銀座 那時候我去做一間鋪鐵的商場 很記得那時候 那裡有個電腦 這邊就是個CD機來的 我在看雜誌 在播歌 然後突然間 那些歌停了 我這邊的CD 全部倒了下來 這麼恐怖 那我已經覺得心知不明 又來 然後我一開始以為 它這麼巧 但又沒有撞過CD架 我又沒有倒下來 正常 你沒有 即是那些CD 不是打斜擺 各樣東西 打斜擺 整個書架好像這些 哈哈 接著之後 就聽到兩邊耳朵 V的聲音了 到兩把男人聲跟我說話 他們好像在喊交 但是是用一些 聽不明白的語言 那其實一直在說話 在喊交的時候 我又是動都動不到 坐在這裡聽他們說 哈哈 迫著聽他們說話 我就應該感覺到 又收到他們的頻率 他們說話 你覺得是 是不是覺得速度很快 很快 很快 這件事也是很值得去解釋一下 因為 在我們人有身體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大腦想完 才靠我們把口說出來 但是靈界人 因為他沒有身體的時候 他所有說的語言 就純粹是 他大腦去想了 就表達了出來 所以變成速度就會很快 例如什麼 就好像 譬如我們看一部電影 可能過半小時 已經看完電影裡面的 生活了幾天了 但是呢 我們人類就不是 你要生活 真的要實事 他們說話 跟我們說話 為什麼他可以說得這麼快 因為他靠個意念去說 不是靠我們 意念想完 再組織 句說話 怎麼說出來 變成他為什麼會說得這麼快 我以前也有 講笑地教一些人 譬如 假設你這樣的情形 我會跟他們說 你可以跟靈界說 你可以走回我們人類的速度 說慢一點 我們人類就聽了明白 是的 因為他很簡單 鬼就以自己的速度 我總之 我想完 那個意思就出來了 我就按自己的速度去走 但是他 因為他已經 他可能沒有理解到 原來靈界跟人的分別 就是 人有身體的時候 說話的速度 就是我們正常人的速度 而靈界呢 他一想 那些意思 那些說話的時候 是會快過我們很多 就是所謂電光火石間 所以下次可以遇到這樣的情形 你可以跟他說 你調慢一些速度 我們才會聽得懂 嘩 那如果他萬一真的調慢了到你 到他們發覺到原來你聽到他們說話的 那會不會反而自己 惹了一些麻煩的事情 老實說 其實 誰有陰陽眼 誰聽到他們說話 他們一定會知道 是的 因為他們 敢知道 人的大腦裏面 那個狀況 譬如 尤其是 你一聽到那些靈界 或者你見到那些靈界的時候 你一害怕 他就一定會 接收到你害怕的訊息 所以 為什麽就是說 他可以控制到你個人被鬼壓 其實 不是真的他 他真的壓著你 當然 我聽過有些 類似電影橋段 即是說 那隻靈界在人的上面 這樣的 但其實不是 他只不過發出個腦電波去 令到你大腦那個運動區 即是叫做shut down 令到你大腦的運動區 給不到訊息 你的身體 所以才呈現一個被鬼壓 但剛剛你說被鬼壓 這個情況 我以前試過在長洲 B&B 不單止冬堤 B&B的度假 都是很慢 因為事緣是半夜的 我睡著睡著睡著 這樣平著睡著 我又是感覺到 動不了 我是馬上眼睛 張大眼睛 是見到有一個 很肥的影 又是白白色的影 背著我 坐著我 在我身體上面 哈哈 接著直到我動 動得回的時候 我整個人是 凌空這樣彈了一下 即是凌空彈了一下 因為他起床 押著你的人 就彈出來 這個意思 這個挺有趣 肥老 還要 肥的影 肥的影 沒錯 我問一下 比如白光 你有見過 實體的靈界 你有見過 實體的靈界 是 跟真人一模一樣 如果真人一模一樣 我自己就沒試過 沒試過 黑影那些 你有見過 或者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 比如綠色 你有見過 就是剛才你說過 綠色紅色 還有沒有其他形態 因為我自己 白色見過 黑影見過 實體 也見過 從眼睛 都見過 腦裡閃影像 都見過 因為我有一次 陪某一個 某一個學會 去靈探 因為那次去墳場的靈探 我走過一個化寶路 我腦裡突然閃了一個影像 就是 那隻東西在化寶路 旁邊 隔了頭 白色的 我特意走到後面 再確認一下 因為我肉眼已經看不回 那隻東西 但我腦裡是閃出過 它的影像 好 到那個學會 集合我們整班人的時候 講到哪裡 看到 居然有一個人 看到的東西 是跟我一樣 一模一樣 而他就是陰陽眼的 即是他陰陽眼看到的時候 但是我經過的時候 我那個腦裡 pop up 了這個畫面出來 所以不同方式的東西 我都試過看過 問一問你 還有什麼形態 什麼顏色的情況 你都看過 還有一次在南亞島 我很喜歡去那些度假村玩 然後去南亞島度假村玩 過夜 那時候 我忘記敲門 正常 正常來說 你有禮貌 嚇嚇 我又沒有嚇門 如是者 去到1點 應該1點多2點 我都準備睡覺了 我聽到有人扭開門鎖的聲音 我猜到沒有理由有人有鎖匙 我的朋友都在那裡 然後床 床 對著衣櫃 衣櫃 是旁邊的鏡子 是 房間的位置 我是聽到 衣櫃 打開了 但是那時候 我是未見到實體的 因為我張開眼睛 看著我的衣櫃 雖然關了燈 但是我看到我的衣櫃開了 過了一陣子 我就算了 睡覺了 哇 這些才最恐怖 介乎見到 見不到之間 那些 之後 我繼續閉上眼 我感覺到 有點冷 我就張開眼睛 那女鬼 是很近 直接這樣抬下 看著我 嘩 她從那個櫃走出來 嗯 不知道我 走到床邊看著我 應該感覺到我 我看到她 哈哈 那個就真的 最近距離 簡直是這個距離 哈哈 是見到一個長髮 很高的白色 的女鬼 哈哈 這些就是很經典 那到第二天 我就問回我朋友 你昨晚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她說 我都猜到的了 是把床 各個的套 她是感覺到有東西 坐了下去 因為她掃一掃 是有人 坐了下去 OK 就是不單止我感覺到 那天 那你 跟你在一起的朋友 哈哈 不知道是 幸運 還是什麼 那樣 那麼多經歷跟你在一起 嗯 另外 你都做過 很多不同的工作地點 可不可以數出來 比較厲害的地方 嗯 也是 IT 也是 IT IT經常搞到 這個場子 烏燈黑火 那樣 那又 那又不是 看回品牌而定的這些 嗯 還有看回地區 我試過在 百德新加 那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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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女裝的 不是獨立的 IT 那裏都遇過的 當時 在一個倉那裏 那裏有兩行的 我是 撿一撿一下 突然間 正是倉那裏 那裏 關掉了 我就 算 咦 為什麼 熱熱地走回去 開個冷氣 是 接著我又走回去 後面再去撿 再來 又關掉 是 接著到余氏仔 玩了我三次 我這次就直接開聲了 可不可以不要再玩冷氣 是 因為 那麼多部冷氣 唯一 只關掉我們倉那裏 哈哈 接著你 再走開就沒事 還是怎樣 開了之後 再沒有玩我了 再沒有玩 哦 都好些 你一講完 立即幫你開 那就恐怖了 是不是真的在這裏玩 很喜歡玩電的 是啊 電呀水呀 那些他最容易玩的 水都可以 水都可以 譬如扭水喉 那些水自己衝刺 也很多 我遇過很多 都是在工作地點來的 哈哈 那時候工作地點 後樓梯有個廁所 不是 要鎖匙入 只有兩格 又是一早早 不是在佐敦 不是在紅樓灣 不是在紅樓灣 在世貿對面附近 這個不透露名 好了 我去一下廁所 透露名好些 什麼 透露名好些 是一個大廈的廁所 大廈的廁所 大廈的廁所 但是要鎖匙入 正常街外人 走不走到進去廁所門口 入不到 入不到 因為大廈的一樓 那時候去一下廁所 好了 旁邊那一格 突然間聽到掀板聲 我就很好奇 透過那個 是的 蹲下看一看有沒有腳 因為 我記得只有我一個 之後 我就沒有腳 好了 我不管 之後 我聽到隔壁沖水聲 但是沒有開門聲 是 沖上武漢門 OK 我去完廁所 再出去 推開門 沒有人 沒有人 趕快洗手 然後走 沒有告訴同事 他們又嚇到他們 有沒有問你借廁紙 沒有 幸好沒有英國 你說完給你的同事聽 他們都不敢去 是啊 你有沒有遇過同事 跟你有相同的功能 幸好沒有 幸好沒有 因為那些同事都知道 我看到的 聽到的 所以他們都跟我說 如果你那一刻 看到 你不要跟我說 當然了 很害怕 你提開公司的廁所 我以前做了一份工作 亦都是 那間 我想問一問你 那間廁所不屬於你公司 是大廈的 我說 因為以前那間公司 它是公司裏面有洗手間 那間 藍廁那裏 我是感覺到 因為藍廁有三間 最近門口那一間 我一進去 經常都 或者這樣說 我去那個廟兜的時候 經常感覺到 在刺隔裏面的第一間 有人在那個門上面 因為正常門呢 頂和底都是疏孔的 嗯 在門上面呢 有個男人 隔個頭出來 就看著我去洗手間的 那我每次呢 看回去的時候呢 都見不到有人 我甚至會走過去 再開門都見不到有人 接著呢 往後呢 我覺得這麼奇怪 那他不知道 哪一年開始會出現的 接著呢 往後呢 我就特意入那間廁隔 就是去的 嗯 嗯 是那間廁隔很古怪的 那些燈整天壞 換完都整天壞的 就是有時候又閃一下閃一下 這樣 零食詭異的 但是進去呢 就沒有問題 就是不會覺得是 特別寒冷 特別的雞毛都豎起 不是這樣 那好啦 那如是者呢 有一次呢 不知道大家呢 剛好大家同事沒有東西做的時候呢 剛剛有人去完廁所回來呢 就說 你們覺不覺得 第一間廁所很特別 哇 然後整班人起哄 原來個個都看到那個頭 哦 個個都說 有個男人頭伸出來看 然後越講 整班人還越來越害怕 但是很有趣 有這些 我們叫做 有靈異事情的那些公司呢 嗯 如果那些靈界 他不搞那間公司 即是不會說什麼呢 直接搞到那些員工都 撞到很害怕啊 被鬼撕啊 或者被鬼打 或者被鬼騷擾 被鬼窄那些 如果不是這樣的情形 純粹是那些員工看到的話呢 即是據聞呢 那間公司就會很旺的 啊 那些生意很好的 那剛好那間公司就是了 即是開了很多年 是沒試過蝕錢 這麼多年 你說起這一點 我都是那時候 也是透露名 是回時代廣場的 小IT 也是 那時候我在Counter 在那裏工作 正是只有我一個看到的 是 那我在這裏做 約摩去到長的位置 相距四米左右 我是看到一個很高 高過架的 至少兩米幾三米的 綠色影 看著我 嘩 然後我再看一看它 再繼續工作 再看一看 看看有沒有客人經過 會不會見到 我見客人經過 是見不到 又沒有看 可能如是者 過了三分多五分鐘 我再看 仍然在這裏看著我 但是那間店鋪真的很旺 很旺 那時是龍頭鋪來的 不過也是 在時代廣場 應該不旺都幾大劑 這麼貴租 還有時代廣場 應該都是同一層的 後樓梯都幾晚 有一次我在後樓梯 跟人聊天 同時在聊天 你知道防衣門是比較重的 你要是拒開才行 是突然間聊一聊 突然間 防衣門突然一聲打開了 它不是自動的 然後我們立即眼望眼 立即跑到樓下那層走 但是這樣 我也知道 防衣門有這樣的氣流效應 就是如果下面大力一搓的防衣門 有機會上下兩層的防衣門 都會開開一點點 它是全開 全開 應該就不可能 我們就馬上呆了 我們兩個 第一次是馬上跑 因為你知道後樓梯已經是陰森 我一向都是 後樓梯那些 我試過 因為我出過一本書 我有個學生 知道我有那本書之後 他問我在哪間書局買 我之前在三聯商務都買不到 我跟他說 你去油麻地什麼大廈的四樓買 誰知道那天星期日 他真的走了上去 星期日就不開 我沒想到連星期日也去 他去到的時候 剛好大廈的電梯壞了 然後就說沒有 買不到網門釘 然後到下星期 他繼續上我課的時候 他跟我說 sir 我去哪裏 打算找你這本書 然後我說 星期日來的 不開 他就說是 去完回來就不舒服 其實就是 我另一個嘉賓來的 就是在節目上的另一個嘉賓 他跟我說 去完回來不舒服 然後我跟他說 你正常搭電梯應該沒事 你不走樓梯就可以了 誰知道他就跟我說 壞了電梯 迫著走樓梯 所以那條樓梯又是比較陰氣重些 好了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賣個關子 一會兒會講一下 Satomi的一個 離魂的經歷 對了 好 花生當飯吃 我們最積極 每天更加是 HK Pinna Top